假如不信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孩子们绝不要教养,粗茶淡饭足矣,这便是极其著名的江姐适而信。 联想到红颜中的故事原型,我们不禁被江姐等革命志士宁死不屈的气节感动得热泪盈眶。 江姐最后牺牲了,但是她留下的这封信成为了极其珍贵的革命材料。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后,渣子洞监狱的国民党特务彻底坐不住了,对监狱严加防范,大肆枪害革命志士。 那么,这封文明天下的江姐适而信,如何从渣子洞这个蘑菇中送出来的呢? 帮助江姐等革命志士的这名特务又是何人? 本期我们一起聊聊一位被判刑13年的革命功臣,黄茂才。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馆长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当黄茂才刚成为渣子洞看守的时候,监狱御长没少向黄茂才训话,说监狱里的罪犯都是大奸大恶之人,一定要对他们用凶用狠。 然而为何不久之后,黄茂才变成了一个同情革命志士的人,这其中的缘由要从黄茂才的家庭出身说起。 黄茂才是四川自贡人,祖父两辈均为贫隆,家中生活不易,依旧竭力支持黄茂才读书。 尽管只读了个初中就结束了学业,但在当时算是半个知识分子,这为他日后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奠定了基础。 黄茂才初中毕业没多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不得已,黄茂才只得回到乡下,一边照顾年迈的老母,一边娶妻生子,做一个庄稼人该做的事。 此时的黄茂才才感到世道的混乱,因此只想像自己的祖父两辈一样,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 尽管田野生活甚是辛苦,但是不注意丢掉性命,好歹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不久之后,黄茂才一厢情愿的美梦就被打破,国民党开始四处抓壮丁。 黄茂才不想被抓去,便投靠当地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地主刘崇威,寻求一份差事。 然而黄茂才只知道这位地主和国民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头子。 1945年,黄茂才进入渣子洞监狱,成为一名看守。 不久之后,黄茂才被刘崇威授于少卫军衔,被提拔为监狱五大看守管理员,负责监狱放风,收风工作。 在进入监狱前,狱长李磊和管理组长徐桂林几次三番给黄茂才训话,要求对监狱里的罪犯态度严厉。 有了上级的指示,十分爱惜自己工作的黄茂才刚进入监狱时表现出了对这些犯罪的厌恶和歧视,但由于工作需要,难免成天和这些犯人打交道。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黄茂才发现,这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并不像长官口中的样子。 他们都是一群知识分子,温文尔雅,有着很高的谈吐修养,并不像长官口中的十恶不赦的恶魔。 当时的国民党特务为了对监狱里的罪犯进行洗脑,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便派遣了一支思想政治工作队,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 国民党思想政治工作队每天的任务,无疑是让这些被毒害的青年反共,信奉三民主义,同时还威逼利用,承诺如果向国民党提供情报,就可以获得自由甚至得到高位。 然而,监狱里的黄茂才看得清清楚楚,尽管监狱里的罪犯遭受了常人难以抗拒的酷刑,但是没有一个向国民党投降。 将一切看得明白的黄茂才不仅为罪犯的坚强感到钦佩,更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当黄茂才将国民党在家乡拉撞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到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贪婪,他竟然也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对国民政府的可信度在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到了1948年6月,此时正在值班的黄茂才看守压着两个一男一女的罪犯进来。 此时的黄茂才正在登记,女罪犯登记为四川自贡内疆,名叫曾子侠,黄茂才听把顿时一笑,咱俩还算是半个老乡呢? 国民党特务的印象一般是凶狠冷利的,见到眼前这个特务有些不同,存有戒备心的曾子侠只是简单问道,你哪人? 黄茂才说,我荣县的,你们内疆的邻居。随后登记了男的,刘国志,宜宾人,两人是情侣。 黄茂才本来就同情被特务抓进来的罪犯,加上今天遇见了自己半个老乡,于是便决心给予他们一点帮助,随即说道,你们有事,以后可以找我帮忙。 曾子侠是当时一个国民党四川官员的女儿,是一名重庆大学的学生,在校期间受到革命思想启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校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刘国志认识,他们成为情侣。 依次,当两人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刚刚进入监狱的曾子侠两人对黄茂才存有戒心,但是黄茂才依旧给他们清扫监狱里的垃圾,还不时给两人提供帮助。 从监狱外面带进来一些吃的,黄茂才的举动让曾子侠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决定对他进行宣传教育。 黄茂才贫苦的出身,使他对国民党统治下底层百姓的艰难看得清楚,加上已经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因此,曾子侠对他的争取应该困难不大,那么什么原因让曾子侠放下对他的戒备呢? 由于黄茂才负责监狱放风收风工作,曾子侠两人便趁着放风的时候跟黄茂才套近乎,落家常。 经过一番交谈,两人了解到黄茂才的贫苦出身,并没有受过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教育,只是被国民党特务头子稀里糊涂地送到了渣子洞当看守。 曾子侠两人对黄茂才的印象好了许多,便开始对他进行宣传教育。 不久之后,黄茂才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进展。 曾子侠教育几次黄茂才后,决定对其展开试探。 一次点名时,曾子侠走过黄茂才身边,偷偷将一张纸条塞进黄茂才的口袋里,并悄悄说道,仔仔细细看纸条上的话。 回家之后的黄茂才立即拿出纸条,只见上面写道,为人民做好事。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黄茂才便开始前往监狱,询问曾子侠为人民做好事的意思。 曾子侠便向黄茂才表示,为人民做好事,就是尽自己力量,为监狱里的同志提供帮助,对待狱中的同志,不要态度凶狠。 黄茂才听吧,一一答应下来。 1948年7月,渣子侠迎来一位重要犯人,他就是小说《红颜里》的原型人物江姐,令人肃然起敬的江竹云。 这天,正好轮上黄茂才值班,当他登记信息后,看到江竹云这个名字,内心不由地肃然起敬。 因为在二处多年,他第一次见到自己上司许元菊,如此暴跳如雷地从审讯室冲出来,恼羞成怒地将江姐送回了监狱。 在审讯的时候,江姐被特务们施以酷刑,什么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都在江姐身上过了一遍。 但是,尽管如此,国民党特务依旧难以从江姐口中得到半点有用的信息。 审讯的许元菊暴跳如雷,决定八一不凌辱,江姐怒斥跪自首,你们在侮辱你们的母亲、妻女、姐妹。 许元菊无奈只得将江姐重新送回了监狱。 看着江姐,让老魔王许元菊竟如此头痛,宁死不屈保住自己的气节,黄茂才在心里不由地产生了钦佩。 他没想到江姐竟然关押在这里,这顿时引发了他的好奇心,想要去了解这位女英雄。 进入监狱后的江姐,在女劳中见到了曾子霞,在得知黄茂才的情况后,他们决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彻底将黄茂才的心打动。 1948年冬天,那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当时江姐和曾子霞见到黄茂才说道,黄先生,最近的天气也冷了下来,我看你身上的衣服也很少,这样吧,你去撑一斤毛线,我给你打一件毛衣。 当黄茂才撑回来不久后,女劳里面的罪犯就开始帮助江姐打衣服,一天之后,一件崭新的毛衣送到了黄茂才手中,正是监狱中的罪犯通过给黄茂才补衣服,缝扣子等一系列的活动的接触下,出身贫寒的黄茂才彻底打开了新门,在四下无人时经常跟监狱里罪犯聊天。 监狱中的江姐,曾子霞等人,发现了黄茂才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便向黄茂才请求将一封信送往指定的地点,黄茂才利用自己的身份成功完成了江姐交给他的任务,自此之后,黄茂才得到了监狱里江姐,曾子霞等人的信任,成为了监狱内革命志士同外界的第一联络人。 重庆解放后,黄茂才本可以留下党组织任职,但他心中觉得愧疚便辞去了党给他的职务,回到老家。 然而1952年,黄茂才曾经在国民党监狱任职的经历被揪出,被当地政府抓捕入狱,与党组织脱离联系的黄茂才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一路凯割下,位于重庆渣子洞的国民党特务紧张起来了,他们不由地加快对监狱革命志士的迫害行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黄茂才多次给狱中同志送信,由于黄茂才行动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了监狱狱长的怀疑。 正在这时,黄茂才接到了家书,信中表示,母亲病重,往回家一见。 得到家书的黄茂才潜然泪下,拿着家书向监狱狱长请假,征得了狱长的同意。 临行前,黄茂才不忘记向江姐告别,请问江姐有什么需要捎带的消息没? 黄茂才的阴阴告别,让不怎么送信的江姐动容了。 在平时,江姐担心狱中对外唯一的联系人黄茂才暴露,很少让黄茂才给自己带信,想到自己离旧役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于是便托黄茂才给自己带一封试儿信,将这封信送到重庆中山公园狱才中学,交给表弟谭竹安。 黄茂才拿到信之后,顺利送到了谭竹安手中,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帮江姐送的最后一封信。 11月14日,江姐与3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捕杀害,此时家中的黄茂才不知道,他再也见不到自己敬仰的那位女英雄。 11月18日,黄茂才回到了监狱,没能见到江姐最后一面的他,穿着江姐打的毛衣,一个人望着曾经那个牢房不由地流下的眼泪。 正当黄茂才沉浸在江姐被杀害的悲伤中,监狱狱长便将他遣返回乡。 在狱中的黄茂才同革命志士一一告别,将自己在监狱里的所见所感写了一份报告,最后的见文送到了党组织手中。 在这份报告中,控诉了国民党特务对革命志士的罪行。 重庆解放后,党组织打算让黄茂才在党内任职,但是黄茂才觉得自己没能救出江姐,有愧于党组织的重托,于是便决定回老家,度过自己的余年。 回家之后的黄茂才在当地做了一名小学老师。 然而,1951年的一天,当他正在上课的时候,公安局将他抓走审查。 最后,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 尽管黄茂才经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说出来,但是由于缺乏证人,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由于在监狱中表现良好,终于在1964年,黄茂才走出了监狱。 出狱之后的他,一直想要洗刷自己身上的冤屈,终于在1981年的一天,终于迎来了曙光。 黄茂才应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馆所请,前往讲述自己在监狱里面的见闻。 在他的介绍下,找到了在重庆教书的曾子侠,最后黄茂才的冤屈得到了洗刷。 此后几十年时间,黄茂才在重庆接受当地单位邀请, 宣传疆解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世界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鼓舞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朋友,不妨点点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您的阅读,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